好 實際帶您關心SBL的打假球案件 這起案件檢察官總共起訴了15人 而其中唯一在押的就是柯明豪 他在今天早上的時候 是已經先坐球車抵達士林地方法院了 因為今天將針對這起案子第一次開庭 而他穿藍白拖 然後還剃平頭 整個的樣子非常狼狽 跟他昔日這個前MVP投協的風光 實在是差蠻多的 而上一次的整個的最新進度 就是柯明豪他在接押庭的時候 他是跟法官說承認自己的確有賭博 但是否認有操控比賽的這個狀況 甚至把所有的過錯 以及所有的疑點疑問 全部都推給這個 已經轉變成污點證人的吳濟穎 甚至還跟法官有點像打杯琴牌的方式 他跟法官說 因為知道自己犯下這種錯誤 已經沒有辦法在籃球界 繼續的發光發熱 展現自己的這個籃球的才能 希望法官可以讓他用50萬元交保 不過法官考量他之前有刪除手機記錄 認為他有滅證的嫌疑 還是讓他還是裁定羈押境界的 而今天也是他被羈押的113天了 那稍後呢 這個法院這邊還會繼續傳喚其他被告 包含吳濟穎的前女友 也會到這邊來開庭 如果更新的進度 我們也將隨時問你掌握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請問你